嗯 是不是想白老师了 不想 想白老师 叫回去平桥小学里面 因为 他在那边等你啊 我才不去呢 告诉爸 为什么不想回去啊 以前你不是天天都想出去玩的吗 如果你上平桥小学那边 就可以天天出去玩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一起 不是很好吗 其实爸知道你是想去的 但是你怕 对不对 其实不用怕的 你到那边之后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白老师 他肯定会帮你的 你不是说你们是好朋友吗 好朋友就应该多见面 互相帮助的 好朋友 朋友老不见面 慢慢就会淡下来 感情就会变得陌生 你长大就会知道有一种东西 叫做缘分 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有一种东西 当缘分过去之后 想回头已经太难了 你是说白老师吗 他会不理我吗 白老师是天下间最好最好的人 他怎么可能会不理你呢 爸今天跟你睡好不好 好 来 来 请扒一下 好了 早点睡啊 我 哥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学校里有个舞会 你怎么还没睡啊 等你啊 等我 等我干什么呀 找我有事啊 这个礼拜天是中元节 我打算再试一次 我说你对乔乔的财宝 还真上了心了 听我讲完嘛 这个礼拜天按照乔原的规矩 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放水灯 我想这是个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 这叫入门行窃 这怎么叫入门行窃呢 你上次差点被抓着 我告诉你 我可不跟你冒这个险 乔家的那批财宝 是老王爷的不义之财 我们这叫替天行道 我只想找到杀害爹的凶手 至于什么财宝 我不感兴趣 只有找出藏宝的真相 才能找出杀害爹的凶手 你跟我来 我太累了 来来来你过来 来嘛 来来来 走 家明 你来 你看啊 从这后花园到太太房 其中有两段回廊 中间有三个死角 你就是把地面上的地心 研究透了都没用 你还是不知道 乔家的宝藏在哪儿 我已经推翻了原先的推测 云深水渺 很有可能就是爹射的 一个障眼法 那你说 我已经推翻了原先的推测 乔家的宝藏在哪儿 入口又在哪儿 肯定就在老太太的房里 你就这么肯定 我反复研究了图纸 我有新发现 我去拿给你看看 哥 你不要再折腾了好不好 那张图纸 我们反反复复研究烂了 我们再怎么捉摸 它还是半张图纸 没用 好